知名台北黎祺餅店 製餅工作室 生產線沒停下來 不過見到媒體上前拍攝 態度很低調 店家第一時間還先否認 因為公司受傷 因為我們在門市上班 所以車輛有時候 我們只是看一下 但是沒有特別注意 上午九點多 這家位於台北市長安東路 黎祺餅鋪傳出卡紙事件 受傷的男員工 在製餅過程中操作攪拌機時 一是操作不慎 右手食指硬生生卡進攪拌機內 痛得他受不了 店家趕緊報警 經銷到場後才協助他脫困 不過食指卡在攪拌機裡 也造成粉碎性骨折 就是常常有救護車消防車 我們不會去說 有什麼就跑出來看 對 因為我們有了 我們自己手邊的工作 黎祺餅店曾經獲得 月餅類第一名的殊榮 民眾經常大排長榮購買 不過現在卻傳出卡紙事件 至於事故發生原因 警校將通報台北市老檢處 將派人調查機 記者庄聚會馬日魂 台北報導